今儿咱们来瞧一盘疯狂的棋局 出自2014年第二季财神杯快棋赛 有多快呢 每方六分钟每走一步加三秒 红方王天一黑方谢静 两位都认识也不用介绍了 上了天一走先人指路 谢静挺足队兵局 红方足底炮黑方架中炮 老王兵三进一中兵不要了 快棋吗想来个乱中取胜 谢静把中兵得着 现在黑方只需要两步就用成杀 进炮再平炮吗 这个气空头啊 处理好了就要引蛇出洞 处理不好就要引火烧身 瞧一下天一怎么走 他跳马踩中炮 这炮啊退一步跟退两步很有学问 当时就退一步 放这就是避开了红方 如果进兵过河拱炮的这个手段 黑方可以这个 直接重炮杀了 红方上帅黑方再起个横距 可以说非常危险 红方这样走 进炮巡河对子 如果你退我就进兵过河拱你 谢静把也不磨叽 将其打掉 红方不着急踩 有先手进兵过河打底下 黑方飞飞 红方上马踩炮 先气后取 现在中路只剩一层了 黑方平炮就是一将 红旗补向 这个结构点 黑方不能吃兵啊 红方会上马持足 要是再把中炮一换 红方是双举马炮 那黑方变成双举双马 兵种不好 因此在这黑方先跳 憋马护入这足 这是正确的 老王向下冲兵 黑方出去捉马 红方跳回来 对手跳马踩兵 红方向下一冲 要拱俩 大多数人都会捕士 这把没有 黑方是平炮 红方一步一挪 进入了皇宫 要吃这马 这没招只能跳了 这里再来个横鞠 往下黑方捕士 踩兵 红方也不躲了 因为吃兵也是一招棋啊 当时跳的马 你吃兵我就出鞠啊 黑方用鞠来抓 红方这回躲 拱马 这里往上一跳 红方再出个直鞠 黑进鞠过河 要双鞠抢马 红方提前跳到中间 谢敬双鞠过河 要是再走一招 鞠二平四 就能把红方的马夹住了 之后再进中组 就变成围棋了 那既然是对攻的棋局 老王说我才不管呢 进兵 黑方夹住 一人拽住一个马腿 红方进鞠 下一招就是往里平兵啊 退炮牵制 当然可以 但谢敬也是有脾气 加中炮 来吧 老王按普兰A行事 往左平兵 有杀招了 下底鞠怎么整啊 落实 红方再出左鞠 黑方进中足 马上要盖帽 红方这马有点瑟瑟发抖 但是老王没慌 他用兵拱式一将 用老将尺出了以后太危险 这里就用鞠来坐 趁这个机会 红方逃出升天 谢敬说 诶 这啥造型啊 我捉刷 这个马炮都没有根 中间少一层嘛 原来天一早就想好 弃子攻杀了 这里他不是宝马 那黑方就砍炮 红方上马吃足 现在马五进六挂脚就死了 黑方可不能这样 红方一捉马就坏了 马不敢动 你打了他 红方吃马带僵的 那不就吃回来了吗 所以实在是浸泡顶马 大家看好了 红方鞠马的位置 黑方是可以往回跳踩双的 但老王已经开启疯狂模式了 此时他进左鞠过河 谢敬他回马踩双 红方马不要了平鞠 黑方吃马 红方鞠砍底下 现在不是说吃不吃马了 平鞠一步杀呀 他只剩一个底势了 黑方的鞠是冒充的 怎么办嘞 飞向的话可以 让红方的鞠没法放中间 谢敬他说 那样走太低调了 我跟你来个平地抠饼 对面拿贼 老王掐着一算 这里边有猫腻啊 但不吃还不行就做了 黑方后手是气炮打向江 红方采炮 黑方登居 红方续走退居捉双 谢敬往上一窜 天衣 停手了 没吃马 他觉得马跪神速 就往上跳 黑方一看没吃我就走吧 采居 红方去吃边相 黑方家里的护卫只剩个单式了 不出意外红方接下来就是下底江把最后一个干掉 来一波鞠马冷招 黑棋跳马防守一下 要是下底他就垫马 那天衣就平鞠江 垫尸 红棋马六进四 这棋露手水死 露死水手可不好说 解说嘴都干瓢了 黑棋这边也不是吃素的呀 跳马叫卧槽 红方退居 黑方卧槽江出来 再把军弄回来捉马 红方跳到中间 算得挺准 平鞠江不是杀齐马脚 现在他往上一跳就别住了马腿 这不就有杀齐了吗 红方只好先撑势 那么好咱们重新审视一下局面 现在啊四郎可以很负责的说 黑方是大优 只要他继续往上跳马 给红方增加压力 这个棋很快就会取胜 这个马跳进去一江 红方就废了 你还不能这样 黑方可以踩中向一江 也能突破 之所以没有走出这条上马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时间太紧了 只剩几秒了 现场走的回马 红方上个试 把阵型弄稳固 对手出将 这很想打江啊 有马在那儿 那又进一步绕开 黑方跳马还是不让江 红方捉了一手 黑方对子 不可能换 平局捉马 黑方再次对局 双方在这折腾了很长时间 红方变招了 走的是G2平6 他是想再往前进两步 放在足林 黑方提前在这看着 红方平局捉马 没敢往上跳 是怕红方打两将 把中士带走 这里又退局保马 红旗往前一顶 现在平局将卧槽有杀棋 谢敬上老将 天一打一将 电视 跳马将 往中间走 那红方把高士得着 对手回马踩鞠 红方将军 黑方降五平四 红旗回马 就要踩着足 这里关键了啊 先说正手 黑方应该是马七G5 红方无论怎么搞都没事 现实的话 也跳马了 但是位置弄错了 走的是马七G6 这里边差别又大了 王天一回马 吃足一将 对手只能躲将 红方退局捉马 黑方保住 红方弃局砍马 一招毕毕 走到这一步 谢敬特达认输 怎么回事呢 现在红方捉着俩 你肯定要吃 这里再跳马一将 黑方一躲 红方在吃狙 下一招就是进兵过河 黑方老家已经防脑屋塌了 你拿什么防啊 红方是必赢之旗 快旗确实不好把控 就这样嘛 关注点赞 家财万贯 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좋아요了